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主要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羅冠聰 羅冠聰說欲家之罪何患無恥 他就說不要誣他 他就不是棄補潛逃 但問題是他沒有否認他是一個逃犯 到底他為何會說自己不是棄補潛逃 文潔有其他東西反駁他 待會跟大家說一說這件事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有一個大學講師說 有很多黃絲的特點是衝動 短視 思考能力不好等等 接著他收到一些消息就是 基本上很多黃絲移民去歐美之後 基本上他們的生活都是在一個低下階層的位置 即使他們原本在香港的生活是不錯 但他們去到歐洲之後是活著在一個赤瓶底下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待會也會跟大家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 就是羅冠聰 羅冠聰在日前發了一個貼文 他就說 欲家之罪 何彎無辭 所有我們中國的攻擊和抹黑都要留待歷史公論 不用留待歷史公論 現在全中國人都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羅冠聰根本就是一個漢奸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別人攻擊他 原來是政府日前12月10日發的一個新聞稿 新聞稿譴責羅冠聰 他就說這個新聞稿基本上是扭曲事實 是一些無理的指控 其實你覺得香港政府無理指控你的話 你其實是絕對可以入稿去告我們香港政府是誹謗他的 那羅冠聰有沒有這樣做呢 沒有這樣做到 他只是截圖 截了一個香港政府的圖片 那個的新聞那個圖片出來 那他就說 他自己說他自己在去年6月離開了香港之後 他根本沒有任何的案件需要保釋的 而香港的法庭在10月份的時間 才去到六四案件 向他發出一些拘捕令 那時候他已經身處香港了 身處英國了 不是身處香港了 又何來棄保潛逃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香港政府的新聞稿 就在12月10日的時間 發出了一份的新聞稿 譴責羅冠聰散布一些失實的言論 香港政府就到美國在12月10日 舉行的所謂美國民主峰會 就邀請了一個逃犯羅冠聰發言 這個峰會是非常荒謬和毫無公信力的 特區政府也批評羅冠聰的發言 是完全妄污事實 顛倒是非黑白 並且予以嚴重的譴責 聲明裡面也說了 羅冠聰並沒有如他所指的受到任何的迫害 反而言之 羅冠聰其實是一名在港涉嫌干犯 刑事罪行公然棄補潛途的逃犯 毫無盛信 他多次發表煽動分裂國家 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 涉嫌是違反我們的港區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 但是那個政府也說 羅冠聰的發言是妄污事實 全部是無視我們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事已抵毀我們中央政府制定 並且在香港頒布實施的港區國安法 亦都是無恥地跟隨部分西方政客慣用的劇本 對於我們的國家作出無稽和無力的指控 必須要對他自己的言論 賦以嚴厲的譴責 美國舉行的所謂民主峰會 請羅冠聰去發言 他其實也是想借此去抹黑我們中國 和抹黑我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意圖是非常超然若揭 羅冠聰就著一件事 就是棄保潛逃的逃犯 這個棄保潛逃的事 他就作出一個批評 就說是扭曲事實 但其實他都說了 他離開香港的時候 是沒有被落案去控告他 沒有需要去保釋的 但問題是羅冠聰知不知道他自己犯了案 很明顯 上年6月份的時候他離開了香港 但是6月份他離開了香港之前 6月4日的時間 2020年6月4日的時間 他是參與了非法集結罪 他也是在2019年反修例暴動 很多不可以集結的地方 不可以遊行的地方出現過 他也是在暴動的現場出現過 所以其實他是知道他自己犯下了案件 當然他知道他自己犯下了案件之後 也都知道港區國安法將會是實施 所以他是潛逃 有沒有有棄保呢 那時候潛逃的時候就沒有 但是他都知道了 10月份的時候 然後香港政府已經向他發出了一個拘捕令 也都呼籲他過去我們香港政府的警察部那裡投案 當然他沒有這樣做到 我們香港政府當立案的時候 他有保釋的權利 但是他是放棄了申請保釋 也都放棄了法庭給他保釋的權利 所以他沒有過多例 基本上是放棄保釋的機會 棄保潛逃不一定是保釋的案件 是你放棄保釋的機會 都是棄保潛逃 所以棄保潛逃這件事 基本上不是說你走的時候有沒有保釋案件 是現在你不肯投案 投案當然你有保釋的權利 每8天你都可以上庭申請保釋的 你放棄了這些機會 那你就棄保潛逃 但是問題是什麼 我們的特區政府說他是逃犯來的 羅冠聰有沒有否認他是一個逃犯呢 沒有 所以羅冠聰其實自己是默認了他是一個逃犯 並且潛逃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只不過他想主義視線 他想咬文雀節 不好意思 咬文雀節的能力比較低了一點 也是一些低手來的 所以你今次想著轉移視線的事情 是不能夠做得到的 而我們行政會議的召集人陳志施 被傳媒問到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的事件 陳志施也說 各個地方的民主制度 其實是有差異的 是不可以因為制度和其他國家和其他地方不同 就抹黑我們香港 這件事其實就是 其實如果你說一定要一樣的話 為什麼西方國家不跟我們中國這一套呢 是不是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區 都有它特色的一個制度 不可以是任何東西都要套用到某一個制度裡面 任何國家 任何地方都不可以這樣 就這樣套用到一個制度裡面 這件事是非常之錯誤的 例如我的家規是不可以套到其他人身上的 否則就會出現一些不合適的情況 所以這個制度也是一樣 好了 羅冠聰就很風騷 因為在其他國家裡面 又有他的爸爸養 美國爸爸養他 但是問題是 很多黃絲去到歐美國的國家 沒有他們的美國爸爸養的 那他們怎麼算好呢 香港就有一個大學的講師 講了一些黃絲他們生活的大件事 他發文章就說 香港的黃絲最大的特點就是衝動 還有就是短視和思考能力 不可以 你這麼大力地批評他們 如果在黑暴事件這樣批評他們的話 這個講師就很嚴重了 幸好現在黑暴過了 他就說 在2019年反修例暴動風波裡面 其實黃絲已經犯了一個大錯了 如今可能有再犯一些新的錯誤了 眼見這班人以盲隱瞞走入火坑 這個大學講師就於心不忍 姑且點撥一下他們 即是點醒一下他們 就說 近期這班黃絲群組裡面掀起了一個移民潮 目的基本上都是西方國家為多 不少的移民者就宣稱自己不走 都要為下一代而走 所以不走不行 其實這些垃圾言論 他說他都不知道聽到多少次 其實我也聽到多少次 但這些為什麼叫做為下一代而走路呢 他們解釋不了 都是一個藉口 為下一代有沒有問過下一代 當然沒有 經常都說為下一代著想 下一代根本沒有問過他 他就說 容許他這個大廣師坦白地跟黃絲說 你是有錢的話 你基本上移去哪裏都沒問題 基本上跟文杰說一樣 你有錢的話去到哪裡都是天堂 你沒有錢的話去到哪裡都是地獄 這個廣師繼續說 但如果只是中產階級 就要三私 中產之中 如果再分成上中下三個等級的話 你自問是屬於中上水平 移民都可以 但屬於中中水平 你就要謹慎又謹慎 如果處於中下水平 你也不要債 上年移居去歐美的中產朋友 大多數都跟他說 到現時為止 都還未可以找到一份 穩定而有理想的工作 有些也是一些低下工種 裡面去生存 去做的 中產去到低下層的工種 你說多慘 一家人如果帶著小朋友的話 租屋住的都是廉價的房屋 駕駛的是前漆 前漆就是一些舊的車種 平時都少不免都要租人白眼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美人士其實歧視的情況非常之嚴重 你如果是我們的華人的話 還有沒有錢的華人的話 歧視是嚴重之中的嚴重 那些子女 那些小朋友 基本上都要活著在一個自卑 的心態裡面成長 其實有些一件事 是真的為了他們好嗎 自卑都更好些 可能是受到欺凌 打壓被人玩 那這些是真的為了子女好嗎 可能大家為了子女好的定義 是有少許不同 或者有些黃絲 反駁 上一代移民過去的中國人 很多都是全家赤貧 跟他們差不多 子女在艱難的環境下成長 後來不是做了律師 教授 金融財進 大老闆 發達 諸如此類的東西 北京一番 韓澳骨 拿得梅花 撲鼻香 這是我家的 這個大學講師就說 他正正就是怕這些黃絲的頭腦 會這樣想 是錯的 所以才寫一篇文章 去點聲他們 年代不同了 早一兩輩移居到海外的中國孩子 在出國之前 其實他們已經習慣了一些黑苦的生活 去到外國 如果承包著不亂 被人歧視 被人白眼 可以作為一個磨煉 會認為是對自己的一個邊賊 我們中國人 當時 是 愈強愈強 愈挫愈勇 人家愈打壓 我們真是愈強橫 當時 哪像得 現在好像香港出生的 王子公主 就算出生在一個 中下階層的家庭 家庭的小朋友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溫室的小花 你要他們去到異地裡 受盡風吹雨打 但後果是怎樣 你到時想想就知道 如果他們真的行 他們去到哪裏都行 要什麼移民 要什麼著草 要什麼走路 你們真的為他好的話 其實是否應該問他們的意願呢 這一代的人 有多少是肯打肯捱肯學肯做呢 如果你真是肯學肯做肯捱肯搏的話 你去到哪裏都可以發展得到 但問題是 這班的家長帶著這班的小朋友 本身這班家長 都不是一班肯學肯做肯捱的人士 那那班的小朋友 又怎會是肯學肯做肯捱的人士呢 你還說好一點 因為 你都在整張階段裏面 未受過一些白眼 未受過一些折磨 未受過一些歧視 但是你的下一代 你這樣帶他去一些歐明的地方 他們受盡的白眼欺凌歧視靈藥 相信你們是不會想像得到 相信你們也幫不了他們 去避免靈藥這些白眼 那到頭來的時間 這班的小朋友 他們的成長 會不會真的過得很好呢 還是這班的家長 移民了過去的家長 到頭來 要和這班的小朋友 過著一些低下階層的歐美自由生活呢 大家放長雙眼看就會知道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按讚好留言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